我爱您好 欢迎收看 1月14号的台视五间新闻 我是书凯文 银行群聚染疫事件持续扩大 除了有13名行员 跟一名家人确诊之外 今天再新增了4人染疫 包括了行员的先生 妈妈 男友 以及确诊行员们 参加公司年终聚餐的 吸体牛排 这间餐厅里面的 公读生也确诊 传播链从银行行员 进入到家庭 现在又扩及到了 其他的职场 有感染科医师分析 确诊行员们在聚餐的时候 同桌吃饭的同事 在两三天后陆续发病 是合理的 但问题是 其他有很多非同桌 甚至在不同楼层上班的同事 又是怎么被传染的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隐形传播链 这是现在要赶快厘清的问题 陶器案中染疫居服员 引爆银行群聚事件 如今感染链又扩大 再新增4名个案 包含一名是确诊行员的先生 还有案17717 行员的妈妈 而在新增确诊个案中 最定人担忧的是 和居服员接触过的案17630 这名行员 他的男友还在一家物流公司上班 另外行员们在1月7号 曾经聚餐过的桃园中立 中山店吸体牛排 在餐厅内打工的女工毒生 也染疫CT值22.5 病毒量偏高 衍生出吸体餐厅的感染 以及所有同住家人的 第二波的感染 职场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扩大 银行局去案 传染店烧尽家庭 还扩及到其他职场 令人相当忧心 不过仔细分析发现 像是替居服员 承办开户业务的确诊行员 案17630 在尾压聚餐当天 还跟另外三名行员同桌 这四个人在银行 主要的办公区 分属在一二楼层 以最早发现 确诊的案17630 行员的发病日期 往前推算 在1月7号尾压当天 就有传染力 一时分析 同桌吃饭的同事 在两三天后 陆续发病是合理的 但问题是请他有很多非同桌 甚至是不同楼层的同事 又是怎么样被传染 是否还有其他隐形传播链 已经一成一成这样的接触 因为他的潜伏期只有三天 所以他的传播速度非常的快 如果有跟他接触的人 就是赶快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测 阻断他的隐形传染链 由于Omicron病毒传播速度极快 隐形传播链也不好发掘 只能靠扩大筛减 就怕社区还藏有千层个案 就已经迷胜做不到 但是就不忍一变和需要 也走的话 因为我们都不忍一引起来